他们的这个早餐真是太单调了 我们这整不了 看着有点搞的 是啊 这没有早餐的 这全是印度店 印度食品 哈喽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12月16日 现在是早上的8点半 还是阴天下雨 旁边的小黑哥 大把大把的小黑哥 这现在在德国也能给起个盖流的了 这这一片 我住的这一片是火车站 德国汉堡的火车站 这边附近大多数都是土耳其的 还有什么这个伊斯兰的那边国家的 还有剩下就是小黑哥 就是乱七八糟 但是这边治安的话 这我感觉就是还没有那么太乱 但是真实情况也是不知道 今天还下了那个小雨 下了小毛毛雨 我们大早上呢 出来喝一溜个早 没想到再出来 还是黑天的 水果店 这边水果好像就全了是吧 好像跟比利时差不多 蔬菜 水果 菠萝 西瓜 葡萄 这是早餐店 这看一张土耳其的 还是土耳其的 怎么烤爸爸是吗 这边水果店呢挺多 左一家又一家 在欧洲 这是越往北停车越贵 我看这个是 我看一下这个是多长时间 这个是120分钟 看到了吗 6欧元 10分钟 0.5 这是极度的发达国家 德国 太贵了 听说这个丹麦 哥本哈根 它那个停车费 是更贵的 一天停车要好几百块钱 四五百块钱 好像就是停一百天 他们早餐 他们那个早餐 现在是太单调了 我们这整不了 看着有点稿 是啊 这没有早餐店 没有那个华人的豆腐脑 有调查的呢 豆腐脑热乎了 调扁单的 看这大街上站的全该留的 全是这个小黑该留的 往那边转吧 在那边转一下吧 昨天晚上已经去那边逛完了 就过往那边走了 对这边印度人也比较多 这全是印度店 印度食品 但是我看他们现在的包装 真是这个既干净又卫生 不像那个说那个在印度本土 但是印度我没去过 全是香料 这看着还比较干净的 这德国的建筑感觉还是挺一般的 没啥看的 但是我们今天就到了这一个城市 其他城市我们也没去过 因为这趟我们是北欧之旅 北欧之旅 所以我们 对就是路过 远处的街 昨天我们晚上去那教堂 这个青年光是不小黑哥啊 不是 昨天晚上我们吃那韩餐 他们家就有一个小黑哥做的韩国料理 这是不被鸟来的吧 他们当地人也不能吃花枝 而且在外面喝呀是吧 为谁为个很好喝 为谁也是哈 你看那么个儿高 给放这么高咖啡 是吧 那肯定大个儿放上去的 要我要是放上去得傻一脸呢 你看全是这个阿拉伯市 这一条街好像是一个基本上阿拉伯人和这个 印度人开店 前面就有几家这个中餐厅 而且这边中餐厅 我一看的菜呀 它都是广东的 炒牛河炒啥的 还有这个澡茶 虾饺烧麦 肠粉 这些东西 是不是这边这个广东人比较多 没啥呢 现在几点了 花点四十 我们这一小圈还坐了十分钟 不知道 反正现在该出来也都出来了 也不知道几点上班 我们的那车就停在这里边了 停车场 十楼二十四小时 它写的是十二 价钱还挺合理的 十二 对十二 七十二块钱 人民币 停二十四个小时 它是按小时计算的 我们就是放了七十六 对我们花七十六 因为我们这个 欧元是很早以前货子 所以就 就赔了很多这个汇率 这是奥比吉 号是没写的 大哥慢慢走 不着急 等着主人 等着主人 主人来才走 这小狗挺好玩 还想听话 这边也就没啥了 大概就是这些建筑 这种建筑 再往前走 就是火车站 这附近的酒店非常多 刚才还以为没有锅里 正能量的 新换的 这个没满酒楼 这也是早茶晚茶啥的 炒菜也有 哪有早茶也没开 但就是晚茶 那早茶也不能开这么早 应该 这地方带时间长 这边你可以嫁人 对啊 一与这儿能犯了 这没事就嫁 德国的新医生 我们今天就逛到这了 一会儿继续前行 去丹麦的哥本花根 好了 我们丹麦哥本花根见 再见了